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吴宗成 今天是2021年的元月2号 元旦第二天 祝大家新年快乐 今天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 今天是左营城隍庙的巡游 我只讲巡游 我没有讲是城隍爷的生日 因为等一下我们会讲到 我们先讲城隍是什么东西 城隍庙的那个黄字 旁边是一个耳朵旁 一个耳朵旁左腹右翼 耳朵旁一个皇帝的皇 城隍是什么东西 城隍 我们讲城隍爷 我们小少就知道 大概 因为左营城隍庙 他每一年 他不是每一年 好像每几年 好像四年还几年 要办一次大拜拜 以前我童年的时候 非常热闹 整个左营道路封街 家家户户把那个 他的那个贡品 通通排出来 排在街上 有鲜花素果 还有什么鸡鸭鱼肉 排的满满的 然后呢 就家家就在走廊 那个旗楼下面就雁客 半斗雁客 所以那个时候如果说 我是在军建城长大的 所以我们没有那个 左营大街里面的那些 亲朋好友 所以没人找我们去吃饭 但是晚上你可以去看 可以去看他热闹 当然那个时候巡游 那就更热闹了 那个时候有什么 有那个丹花的 有那个什么 还有鸡铜 因为这个是庙的串联活动 那以左营城隍庙为主 那个时代 我童年时代 台湾还在清贫年代 政府民政的单位 可以一再的这个宣导 不要铺张浪费 庙会不要铺张浪费等等 就希望说大家节约 那现在这个经济发展之后 这个庙会活动就越来越热闹了 大家都知道 台湾三月消妈咒 这个大甲镇南宫 全台湾的人都知道 那其实那个妈祖 在全台湾有一大堆 大甲镇南宫也不是一个 那个渡海来台的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始祖 始祖之后有分香 也就是从这个地方 在遗灵到其他各个地方 因为神明都是这样 都是这个 就像观世音这样 那个闻生就苦 这个天下各地 世间只要有人 有人祈求 万处祈求万处印 他有分身无数个 观世音是这样 可是城隍不是这样子的 城隍是怎么样 怎么样的一个由来 就是古人很相信破土这件事情 我们讲过 要动土 一定要选皇到即日 还有什么 要祭太岁 所谓太岁野头上动土 就是说太岁 太岁这种神明 其实太岁如果有兴趣 各位可以去看我讲太岁那一集 那在东汉的王冲论痕里面就有讲到太岁 讲到太岁这件事情 他是用一种推理的方式来认定太岁是一种生物 那当时他也没有挖 他也没有亲眼见过 但是有历史的那个点集里面有讲说 发现到太岁这种生物 你把它切割 切成两半之后 他再继续长大 你永远杀不死他 他就不断长大 而且怎样 他会吓人 会把人吓死 是这样的一个 现在人知道 现在科学知道 太岁是一种活的菌体 它可以存在在地下 也可以存在在水中 所以这个是 也可以存在在路上 在荒野都可以存在 它是一种有机的菌体 这个菌体会不断繁殖 它会越来越大 如果在地底下一个菌体 越来越大 那当然会把那个土地面撑开 在水里面它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可能会阻碍那个水流 也可能会对其他的生物造成危害 等等等 所以太岁不能惹 可是在古代太岁又是一个灾星 它是木星的对应的一个灾星 我看过很多人解释这个太岁 这个很多种解释 似乎都有问题 因为它事实上太岁是一个虚拟的 是被古代的天文学家 他想象出来的一个东西 但是王冲不这样认为 因为木匠盖房子 他一定要拜太岁 如果说房子倒了 他就要怪罪 说我们那个时辰不对 什么日期不对 黄道吉日没选对 因为房子倒会压死人 而且要损失财务 那因此他们一定要 一定要选黄道吉日 所以以前的那个 做那个追透 就是做图木工程的人很重视这个 现在也很重视 你看只要现代的建筑 现代化的那个公共建筑 要在施工的时候 大家都要拜拜 还要找那个傀儡戏的人来演 要除煞 因为施工中 可能会造成意外伤亡 等等等 那另外一个就是 你看科学已经计算过之后 还要做这个动作 就是要求一个心安 然后完工之后 要通车 要启用的时候 也要拜 这个宗教仪式 可以安定人心 那些凡是要拜 就是要花钱 就是要花成本 即使是科学的政府单位 也是在做这些事情 这个是一种民俗的一种习惯 我们现在讲到城隍 城隍是什么 城隍原来就是在建一个城的地方 要建一个城的时候 有城池 那个池是什么 就是护城河 那那个城 原来是一块平坦的地方 才能够建城 如果是一个凹凸不停 那是一个山城 那可能叫阴地 就像盖那个万里长城那样子 阴地建造 像那个利用天险 做成一个要塞 碉堡这样子 那那个不是城 城是一个可以有商业 可以正常居住 的一个地方 而不是一个军事的单位 就是一般的城 那这个在一块平坦的地方 你要建一个城 像比如说左营就是以前 就是凤山翼 就是 就是台湾的管辖地方 就是在左营 那是最早开覆 那你在一块平坦的地方 要建一个城 那你就要把 你要建城墙 城墙从哪里来呢 材料从哪里来呢 以前的城墙是夯土的 不是用石头的 用夯土的 夯土的土从哪里来呢 就地挖掘 就是把那个 把这个城墙 城的位置先画好之后 按照这个框子的外面挖土 土挖了之后 夯土然后组成一个高墙 就是城墙 夯土成形的 坂族 那个复约举于坂族之间 据说坂族是复约 这个人发明的 这个如果各位读过这个 国文里面都有这个课本 百里七举一是 那个孙首要举一孩 等等的 那我们就不提了 现在我们讲这个 你要把这个土 夯成一个城墙 那这个城墙的外面 里面就有一个护城河 自然产生的 然后引水进来 它就是一个护城河 护城河其实还有一个排污的功能 就是这个城市里面的污水 最后都排到护城河里面 然后护城河再跟附近的那个河流 再相通 就排到外面去了 让水流动 根据风水学就是那个水必须要绕的沉 这样流动 才会有茶园滚进 这个浮经高照 那城隍的 城隍两个字原始的意思就是什么 就是护城河的意思 那为什么会有一个城隍庙 城隍爷这个产生呢 它原来的原来是只是说把 因为你动土了 所以你要对地基组 现在我们常讲的是不是土地公 而叫地基组 土地公掌管的那个区域很大 而地基组就是在你的建物的下面 这个地方叫做地基组 也就是古代人认为的那个太岁嘛 太岁在不在你地下不知道 但是至少说我们动了土了 在这边建了房子了 我们在这边居住在使用 我们要感激这个皇天后土 就是这个地基组 就是地基的基 基组的基 那城隍它原始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动了土之后 这个土现在变成城墙了 而原来的土的位置 现在是一个河 围绕着城墙的一个河 就是护城河 护城河的目的是要阻挡人家 很轻易的就可以进城 如果人家攻城要跨过护城河 没有办法 那城门的前面有一个桥 那个桥是可以收起来的 所以你在守城的时候 人家兵马过不来 那必须要用云梯等等的工程方式 就会增加它的难度 所以防守就容易一些 所以那这个既然动了土 要纪念这个 因为动土的纪念 像现在会弄一个纪念碑 破土纪念碑 那古代的人是怎样呢 是在这个城的某一个角落 那个角落也是根据风水选的 不见得在四个城门的旁边 它是在城的角落的地方 一个小角落的地方 立一个碑 那个碑就是城隍 最早城隍就是两个字 没有城隍庙也没有城隍爷 后来逐渐的就像土地公 原来就是土地 我们常常讲说 那个后来因为土地公 就是掌管土地的那个土地公 就地方的相当于现在的里长 那掌管这个土地的那个人 我们叫他土地公 公者就是年纪大的年长者 所以我们在传统的戏剧啊什么里面 只要有形象的土地公 都是一个老头 白胡子老头拿一个拐杖 这些不管是什么孙悟空什么 到了一个新的地界之后 都会把土地叫出来问一下 不然你们这边有什么妖魔鬼怪 土地的那个神力是有限的啊 妖魔鬼怪仍然可能在他这个地方出现 他只是一个地堡 你要问他打听情报 他会告诉你 那个黑风山上有黑风怪 那个什么黑牛身上有一个牛魔王 诸如此类的啊 或者是哪一个山上有什么土匪 但他没办法剿匪 他只有告诉你情报 所以土地爷的功能哈 其实是很微弱的哈 所以我们常常拜土地公很少人在拜 所以土地公的庙永远都是小小的 非常小 甚至于有的 台湾有些农民哈 大陆也有了 那土地 土地公的庙是建在哪里 建在稻田里面 如果说你的祖产很多很大片稻田 每一天要去那个 要去跟种的时候 都一大票人嘛 几十个人 甚至上百个人 在跟种的时候 中午要休息的时候 要在树营底下休息的时候 就在这个小土地庙的前面 种了树之后 在树营底下 这个纳粮 休息喝茶 吃饭 然后睡觉 就在这样 那就是让土地公来保佑大家 所以每天上 每天到那边去上个乡 拜一拜 求个心安 同样的哈 那个 台湾还有个习惯哈 这可能是闽南人的习惯吧 就是把祖坟哈 那个祖先的那个尸骨 不埋在哪 不埋在什么 那个什么家庙 也没有家庙 就埋在田里面 自家的田里面 那意思就是说哈 祖先在看着你在勤不勤劳 看着这个后代子孙的兴旺跟衰退 就是那个坟墓就在田里面 这是闽南人的习惯哈 他没有所谓的 所谓的家族的墓园 这种观念是没有的 他就是把那个先人的遗骨坟墓 就建在他人的土 那个田里面 那也因此希望说 祖先保佑他们年年丰收 城隍也是这样一个状况 他原来只是一个碑 后来被人家扩建 像土地公 这个意思一样 但是土地公的庙到现在还是小小的 像一个小狗窝似的 狗屋 木造的狗屋 那么大小 很多地方的土地公庙都是这样 极少的时候 为什么 因为土地公刚讲过 他的神力有限 他不能制裁坏人 那城隍就是从一个碑开始 变成一个小庙 然后后来就有人拜这个城隍 可能因此得中了举人 或者他有冤 官司有冤 那他生了冤 然后他或者是他因为怎么样 发了财 等等等 他还愿 就花钱 就把这个 原来是一个小庙的 建成大庙 那土地公 那个城隍庙的 在从中国的历史里面来讲 城隍庙它既不属于佛教 也不属于道教 它也 甚至连民间信仰都不算 它就是一个地方的一个 地棋 神棋的棋 地棋 它就是一个地方的一个神 就跟土地公一样 土地公只有管材他这个小区 但是刚刚讲土地公神里有限 那城隍 后来变成城隍爷 而且城隍庙的城隍爷 都是带着那个免 官免 跟那个皇帝带的一样 有留的 前面有那个 完全是衣服 就是什么 就是那个皇帝的那个架势 皇帝的那个扶宇 都是皇帝的规格 那就是为什么 因为人一直把它升格 升格 最后就变成一个帝王 那他的那个样子 相貌 因为城隍都是 都不是慈眉善目的 因为城隍主要的功能在哪里呢 在省案 省这个人间不平的冤案 冤假错案 至于死亡 这时候 这个白天的 白天的那个这个 这个城里面的 由县太爷来掌管 甚至于更高阶层的 反正就是 由人 活着人 当官的人 来省理 所谓县 县长就是父母官嘛 可是在夜间 就是在 夜间是鬼魅出 出没的时候 那时候有的人 有的人变成鬼了 被人家杀了 暗杀 谋杀 财杀 情杀等等 一大堆杀 都很冤枉的 或者被人家虐待死了 等等 这些人 变成鬼之后 他可以跟城隍爷 生冤 城隍爷就会去 叫他那个鬼族 牛头马面 去给我抓过来 把那个当事 当事鬼抓过来 抓来这边对职 鬼可以惩罚鬼 城隍爷就是这样 那你会发现到 城隍爷其实跟 阎罗王的功能 有点重叠 但是不重叠 阎罗王只是狱卒 也就是 已经判刑 然后送到这边来 用什么刑法 来整治他 哪怕是固立 要挖心 要剖腹 什么玩意儿 都是那个 阎罗王 我已经讲过 阎罗王在那个 印度的 印度传来的 神话 印度佛教传来的神话 印度人只有一个阎罗 地下只有一个阎罗 但是还有一个 地藏王菩萨 拯救 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众生度尽方正菩提 那是 地藏王菩萨的 那个 宏愿 但是他认为 地底下 掌管地狱的 就是一个阎罗 到了中国 这要变成 十殿阎罗了 然后还变成 十八成地狱了 在佛经里面 没有十八成地狱 也没有十殿阎罗 那是中国人后来改的 甚至于还把 这个阎罗 放到哪里呢 放在四川的丰都 现在 三峡大坝建筑之后 丰都现在在水底下 变成水足了 如果要去丰都的话 还得要潜水 用潜水装备下去看 这都是神乃人造的背景 OK 再继续讲到城隍 因此 因为城隍他是怎样 他是白天他不出没的 因为白天是 有人间的官 人间那个官 哪怕是贪官污吏 是一个雍官 或者是一个混账王八蛋 他都是在白天治理 那夜间的时候 要治理鬼欲的时候 就是由城隍 城隍来 所以城隍出没的时候 都是什么 都是暗访 明查暗访的暗访 这两个字 暗访的意思就是说 我不是像警察到你家 查水表 找你开门 然后进去借雇 或者有搜索票 来搜索你 这是明查 那暗访的意思就是什么 有人跟踪你 有人暗中调查你 那你不知道 比如说 那个情治单位的人 都是这样 都是在暗中来 那叫暗访 可是这个 那个 那个城隍爷的暗访 不是 他的暗访是 他专门抓鬼的 所以城隍爷出现 就会有八家将 这些东西 脸上画的花花绿绿的 那些人 拿的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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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跟夹 夹就是 就是在脖子上 那个 然后靠就是手铐 还有脚料 用这些东西去抓犯人 还有朴快 朴快 朴快是一般 县太爷的 那个 那个 警备部队 但是在阴间也有 有牛头马面 那这些 还有千里眼 顺风耳 他们都在这里 千里眼 顺风耳也是 其实通用的了 妈祖的那个守护神 就是千里眼 跟顺风耳 为什么呢 那有典故的是 因为妈祖是海上的 保佑海上的人 所以他需要千里眼 代替望远镜 看 观察 还有顺风耳 随时听到一点点风声 就知道 哎呀来风 大家赶快逃 有一点风声 某某地方真的有海盗 马上就 但是事实上 那个 可能连海盗 像比如说 郑成功 郑之龙这些人 这些海盗 他们也在拜马祖 他也要求平安 他求什么平安 他就是杀人越祸的角 的角 那他 他求什么平安 求风调雨顺 不要有台风 免得他有台风之后 商船不出没了 他就 他就没活可干了 所以这个神 是什么样一个角色 大家就知道了 官公的那个崇拜者 警匪双方都拜官公 警察要集到 他拜官公 希望他每次出勤的时候 这个安全 然后达成任务 那盗匪他也是 也是拜官公 他们认为官公一搏云天 这就是 到底官公如果有灵的话 他要支持哪一方 当然 那个 那个 那个警察也很多败类 还有警匪一家亲 所以可能 如果官公真的有灵的话 他应该 应该 几个雷下来 把这些坏蛋全部 劈成炭 劈成两半 或者什么 直接给他打成炭 那怎么会保佑他们呢 所以神 到底是什么回事 大家都知道了 那刚才讲的 城隍 庙 庙越盖越大 刚才讲 城隍既不是道教 也不是佛教 所以他里面没有住持 他只有一些管事的人 而历代来讲 比如说 那个 举个最有名的例子 就是 上海城隍庙 上海城隍庙 是一个 非常有 非常有观光价值的地方 上海城隍庙 那边就有一个 黄金街嘛 要买黄金都在那个地方 城隍庙 是上海的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地址 而在那个 在清朝的时候 也就是太平天国作乱 那段时间 上海城隍庙 那边有一帮 有一个广东人 叫刘立川 他原来是卖茶叶的 到上海做生意的 他发现到 他就纠结了当地的那些 无赖地痞 那些 那些 恶少年 浩勇斗痕者 这些人 他到哪里去 去聚集这些人 因为他有钱嘛 他就到城隍庙 就着急了 就搞了一个什么呢 小刀会 小刀会 就是每一个人身上 带把小刀 横行 那个 那个 市井 就这样一个东西 后来 小刀会在 现在中国大陆 把它定性为一个 非法组织 一个暴力组织 但是在以前 文革 文革那个时段 中国大陆有一名 有一出非常有名的舞剧 就叫小刀会 到现在台湾的国业 国业竞赛 或者国业表演的时候 常常会 小刀会选段 比如说公舞 还有舞蹈 各位有兴趣 可以去看一下 可以到网络上去搜一下 小刀会的那个 那个舞剧 舞剧是不发出声音来的 是中国人 就跟模仿了西洋的那个芭蕾舞 芭蕾舞是没有 没有台词的 也不唱也不干嘛的 他就做动作 做夸张动作 全部都是动作 那叫舞剧 小刀会是一个经典的一个舞剧 你不管说它的那个背景是什么 现在你到了那个上海城隍庙 它那上面就已经写了 写的那个简介上面是改过好几版的 在以前中国大陆的共产党 他们认为小刀会是农民起义的一个典范 推翻满清嘛 后来这个小刀会最后是因为 他那个被人家围困 被清兵围困之后 然后他写了一封信 要给太平天国想要 想要那个投靠太平天国 请太平天国派兵来 这个 结果这封信没有寄到 那个太平天国手里面 中间就被人拦截了 拦截着弹尽圆决 后来小刀会被消灭了 所以中国共产党的那个政府 以前对这个文化部门 对这个小刀会是按赞的 所以才会组织那个全国的那个芭蕾舞剧团 来搞这个小刀会这个民主舞剧 但是我们不管小刀会的背景怎么样 这出舞剧值得看 因为它是浓缩了当时最精彩的东西 小刀会发源地就是在上海的城隍庙 现在你到上海城隍庙去看 你就知道 他就是以上海城隍庙作为他的那个总司令部 而且当时也曾经对抗过那个清廷政府 也也也也也撑了相当时间 这是历史上的一个事实 那刚才已经讲过了 城隍庙本身他不是道教也不是佛教 所以他没有常住的这些人 他那些大部分的城隍庙都是些什么 都是些游民 喜盖 仓妓这些人 外地来的人没有钱住店的 就到城隍庙去 就在地下打个地铺 因此 因为大家都是流浪人嘛 所以这时候里面就会有些地痞流氓 来抽这个抽税 你要缴两文钱 你不缴钱可能就要把你家女眷带去强奸 就是这样 所以城隍庙里面没有善茬 从古至今就是这样 左营的城隍庙以前我同年的时候 一听到城隍庙就知道城隍庙是一个帮派 还有一个山山国王庙也有一个帮派 都在莲池坛这个这条路线上面 如果各位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看看 那那个城隍庙如果说你觉得城隍庙可能很巨大 你去看看它的庙就很小非常小 维持在清朝的那个格局 后面建的庙因为有钱了 而且有现代化的经营了 都会建的很大 都有委员会嘛 城隍庙的那个主庭就在那边 没有很大 各位不妨去看一下 再讲到城隍庙这东西 城隍庙因为是这样的关系 所以它没有什么城隍金什么的 再来一个就是城隍不是世袭 也不是一个像玉皇大帝一杆子打到底 不是这样 连玉皇大帝在台湾的鸾塘的民间信仰里面 在明朝 据说从明朝开始就有那个 就有那个玉皇大帝伏击 透过几童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几童 台湾叫党鸡 几童开杀的时候 就有降文 说玉皇大帝早就已经改了 改了谁了 改了官圣帝君 官圣帝君你看又是前兰尊者 又是官圣帝君 官帝庙又是五圣 它现在还是玉皇大帝 你看 现在玉皇大帝不是以前那个玉皇大帝了 那更有趣的 那个坊间还有一本书 就是玉皇大帝现在的谱系 玉皇大帝还有谱系 不是万事一系 它就是最原始的玉皇大帝 一直到现在已经传了28代玉皇大帝 中间每代都有名有姓的 都是历史上有名的人 不管是文臣武将 那个忠孝结义的人 死了之后 就变结起接任了玉皇大帝 本来玉皇大帝是在整个天界里面 是最高统帅 比瑶池金母什么什么什么 如果按照封神榜来讲的话 玉皇大帝是中国 中国那个那个宗教体系里面最高的 那道教最高是那个太清玉清上清嘛 三清 那三清是仪器化三清是谁 有老子化身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 都是附会了佛教的典故 如果各位对宗教有兴趣的话 这个讲了可以三天三夜 不要三天三夜 三十天三十夜 三十夜也讲不完哈 但是各位如果你了解 有明眼人接引你的话 叫你读哪几本书之后 你就自然就融会贯通了 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情啊 很多道教的人说 他们是自己创的 不是啊 那个咒语什么 全部是模仿克隆佛教来的 那民间信仰更是克隆什么 也是克隆佛教 那顺便还附和一些道教 本来天上有北斗星 那北斗星的那个 最外端指的那个最亮那颗星 叫做北极星 叫NOVA 英文叫NOVA 北斗星是全世界人都看得到 北极星也是全世界人都看得到 因为它很亮最亮 所以那个大家在海上航行 在沙漠上那个驼队 晚上都要看北极星来测方位 因为没有坐标了 海上没有坐标 沙漠上也没有坐标了 连棵树都没有 海上什么都没有 要靠什么 就要靠天上那颗星 那颗星就是北极星 后来那个北极星被神 神格化之后 变成玄天上帝 那另外后来又附会 玄天上帝 以前是个屠夫 等等故事很多 那个各位看 有兴趣去看我 玄天上帝那一集里面已经讲过 现在再转到这个 这个城隍庙这个事情来 因为城隍庙以前在历代来讲 它没有组织的 它的组织大概就是当地的地痞流氓 所以这个就是城隍庙一直被诟病的地方 你可以想想看 小刀会的首领是叫刘立川 刘立川是一个广东人 他是因为做生意常常到上海 广东演讲的是广东娃 不是总会话 因为他常常做生意 所以他看到这个社会底层 有这么帮人物可以利用 他就集结了这些人 成立了小刀会 小刀会的成立是这样子成立的 就是在城隍庙 所以各位你就知道城隍庙是怎么样 那我们现在把话题再讲到热闹的部分 今年的这个城隍庙的这个初训非常热闹 办的非常的好非常的干净 所谓的干净是什么 虽然有很多唢呐 还有很多镇头 我看起来大概有几百个镇头 他的那个安排的路线 每一个镇头安排路线 还有人甚至于连服装 通通都非常的漂亮 是我看过的所有的这个宗教的这个出巡 我觉得这一次是做的最漂亮的一次 那什么宋江镇 什么各个地方都有 我看了那来自什么 来自台中 来自台南 来自屏东 来自哪里很远的地方 都有 所以他这个 这个所谓宗教大串联做得非常之好 那个从早上开始 然后动员的警察 那不是异警 就是真正的警察 就是各个派出所 动员的警察 少说几百人 因为一看我们那个管区的警察很熟的 在那边指挥交通 然后交通管制 事前就贴了告示 怎样 然后我看到 那个神教经过的地方 很多民众都趴在地下 因为要经过神教下面 那那个因为当这些主事者 他们都穿了那个古装的衣服 他们也很会变通 因为现在神教很重 那个陈王爷那个神教 是要有好像要有十几个人在台 好像是十六个人台 因为那个神教很重 所以一般来讲 在路上巡演的时候 他不是抬着走 而是用一个放在那边